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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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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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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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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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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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mber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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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拿出来 怎么办 我来 你去吗 陆小姐呀 你说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那唐伯虎绝对是一表人才风流体躺啊 没错 绝对没错 刘妈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都五十出头了 你想到了我们这岁数还能胡说八道吗 到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只要是二十多岁的男人 您看了都会觉得是一表人才风流倜傥 陆小姐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唐伯虎心中了戒缘 那好多姑娘都羡慕你呢 说你啊得了一块特好的肉骨头 你说女人家一辈子图个什么 不就图个找个好老公吗 怎么才算个好老公啊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大家说了才算呢 现在大家都说唐伯虎是个好老公 你说你干嘛应拧着不上教啊 我可要说真话了 大家伙都说你也抢先走了一步 在唐伯虎中戒缘之前跟他定了亲 要不啊说不客气点还很难轮上你呢 轮不上我 我还不想去呢 我是嫁老公 可不是给朝廷选官员 我管他什么圆不圆的 我自己的老公 干嘛还要别人说了算呢 是大家嫁老公啊 还是我陆昭荣要嫁老公 我不嫁了还不行吗 谁羡慕这根好骨头啊 所以叼了去好了 这盖头一盖上啊 是不能随便借下来的 你要随便借下来 两家都会跟着倒运呢 你干什么 你拿这个吓唬我 妈 他不知道 您还不知道吗 我长这么大 是下大的吗 我怕过谁了 我怕过什么了 以后两家走不走运的事 都成了我的事了 那好吧 我就掀了这红盖头 你倒霉去吧 我知道那姓唐的是个才子 才子又怎么了 不就是绘画几笔臭画 会写几句歪诗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听说 他左腿短右腿长 那满脸的麻子像星光一样 要是我嫁过去 是陪着化睡 还是陪着失睡啊 想我陆昭荣 如花似玉 天生丽质 凭什么要嫁一个白天 看着吃不下饭 晚上看着睡不着觉的老公啊 以后还在闭上 走 你怎么说 我睡觉 你这样怎么睡 我睡觉 你不睡觉 你睡觉 好 我睡觉 还睡觉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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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睡觉 为什么说假话的人就要笑话说真话的人啊 凭什么 小姐 我就喜欢你这直率的性格 我也直率几句 常言说晚餐最好是饺子 男人最好是麻子 什么意思呢 晚餐饺子最过瘾 麻子男人最放心 就算他是麻子 这么说来唐伯虎是个麻子了 不 不 我不是 不是 我是说 他就算是 他就算 那我就不算 刘妈 你是不是看着以前骗我的那些话要穿帮了就来个有言在先 我 我 你看见没有 他要是真像你们说的那样一表人才那我就认了 要不是这样 那我就死 我胡说呢 我胡说呢 我 谁知道他身上藏着茧子呢 我也没办法 我真是的 我胡说呢 我胡说 我胡说 是你以前在胡说还是现在在胡说 那那 那我 我不说了 我说不清楚了 还是你娘说吧 哎呀 你说吧 你说 我也没办法说 快快说 你说 我问你 我是不是你娘 当然是我娘了 那你 听不听话 该听的时候 我当然会听的 啊 那就好 你给我好好听着 娘也给你打听过了 那唐宝湖长得呀 可是一表人才 多亏 攒得下手得早 要不然 那个姓唐的 可不是咱们陆家桌上的小菜了 刘妈说得好 你赶快给我上教去 你不是也读过不少书吗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不是没读过 妈 我要是不记得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这个老规矩 我早就掀了红盖的回书房了 你听说那个姓唐的是一表人才 那你是听谁说的 靠不靠得住啊 哼 要知道啊 人家一张嘴 过后轻松的两只手拍着屁股玩 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那可是我一辈子的事啊 你们对我不负责任 我还要对自己负责呢 哎呀 你就那么信得过柳儿 非得要柳儿去看了才算呢 我就信得过柳儿 我和她常常在窗口偷看过往的男人 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啊 什么什么 哎呦 你们也太过分了 妈 您就安静的等柳儿偷看回来再说好不好 如果她说好 我立刻上教就走 一点都不哭闹 要是柳儿回来 一问三摇头的话 不要说你们准备什么绳子刀子还有毒酒 我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到了吗 哎呀 你 你简直胡说八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 你知道吗 哎呀 你 你这是要把我气死啊 把剪刀给我 啊 怎么了 要穿帮了 你害怕了 啊 害怕 谁害怕谁了 谁害怕谁了 啊 当年 你爹我都没有怕过 我怕你 把剪刀给我 给不给 妈 你要是再啰嗦的话 我现在就回书房去真心我不成了 别别别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把剪刀收起来 千万别乱动啊 咱们还是等柳儿回来啊 我这个女儿怎么成了这个脾气呢 可怜的唐伯虎啊 这辈子可有的最瘦咯 好 恭喜 恭喜 你倒数了 恭喜 来 抬过来 好 快点 你来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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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了 好 是啊 恭喜 恭喜 你这股子呢 正在里面做学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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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今天你表哥大喜 什么时候轮到你啊 高恩 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又不知哪家小姐有不信你 新的 改变成千里了 好 太好了 出人了 搞笑了 été了 好 Rag isyuk グッ 不知道这儿是谁的家 这可是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唐靖元的家 江南第一才子怎么样 做这话的人却是天下第一才子 这江南可比天下的 这天下第一才子是谁给你封的 讲这些有什么用 你跑到这儿来卖画 岂不是在孔父子面前卖文章 关公面前耍大刀 还有鲁班门前玩斧头 你就是 他 不 我 我 我来看看这幅画 尚可 尚可 什么尚可 尚可 做这画的人 可是我们家小公子 他可是很有才华的 才华倒是有一点 给我提鞋还差不多 你 你说这画哪不好啊 你看这韵笔啊 用墨啊 还算有些意思 就是有一点不对 你瞧这画的什么 这分明是孔雀嘛 你连这个都不认识啊 还算什么才子 这是孔雀吗 你见过孔雀吗 你可知道孔雀登高 必先卖左腿而非右腿 你怎么知道孔雀先卖左腿啊 你家花园想必就有 回去看看就知道 不愧是吧 这样 哎呀 唐戒园果然是才情非凡 对 不愧是江南第一才子 对 就是就是啊 在唐戒园面前 就没有什么天下第一才子 唐戒园果然好严厉 回去告诉你家公子 我看他有些资质 如果他愿意拜我为师的话 我可以收他 你要收我家公子为徒 那我呢 你给我研磨吧 好啊好啊 什么时候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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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着你赶紧去换衣服 不忙不忙 一会再说 哎 听说唐戒园娶的新娘子 是个角色美人 我怎么知道 他们都这么说 我倒觉得这里面有鬼 是真的 我知道 漂亮极了 你怎么知道 你见过吗 不不不 我也没见过 我只是听说 听说啊 听说 所有的人都听说 他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 那我就更怀疑了 怀疑什么 怀疑他是个丑八怪啊 看来我找人去陆家打探 是有道理的 啊 你派人去了陆家 对啊 哎 朱先生回来了吗 还没有啊 等他回来叫他马上来见我 是 你说的朱先生 可是朱之山 对啊 他 他派人 去了陆家 啊 我告辞了 他说过了 说过了 他说过了 是 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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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公子 我看你还是吃点东西好 你要是饿得头昏眼花的 这洞庞可怎么进呢 性命要紧 你少说风凉话 朱之山朱老爷回来了没有啊 您呢 就耐心的等着吧 就朱老爷那眼神 那么大个字 他看起来 跟文似的 这一趟出去 能分得清东南西北就不错了 您呢 盼他早点回来 我看 我看偷看陆家小姐的事 交给我去办呢 要你去看 我看 就你这能耐 老母鸡你能看成凤凰 老母猪你能看出双眼皮来 到时候吃亏上当的 还不是我唐伯虎 不就看个姑娘漂不漂亮吗 您哪 也别说那么悬 我没吃过猪肉 我还没见过猪走路啊 对不对 这事你要交给我去办 早一个时辰 给您看个彻彻底底的回来了 那我就更不敢让你去看了 朱之山眼神是不好 可靠得住 你啊 快去把猪老爷给我找回来 好 哎 少爷 这点心 你快去 走 哎呦 朱老爷 我给您捡起来 哎 不就是几颗花生米啊 不捡野吧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没事 我还要紧事要办呢 这不是陆府 这就是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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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这老爷 您可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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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见到女子 还在里边带着呢 我去看看 朱老爷您可慢着点 我看得见 朱老爷 门在这边 我知道 这边 这是门 开门 开门 敲什么敲 你是谁啊 干什么呀你这是 碧人乃唐伯虎之好友 柱之山是也 找贵府陆小姐有要事相告 你是那个也中了戒园的那个柱之山 然也 等着 可以 怎么读书人都不说人话呀 且慢 何谓人话 何谓不是人话 尔等再敢胡说将其核头搁支 哎呀 看来我们家的小姐真的不能嫁给那个唐戒园 你给我站住 老爷 您慢点 都是你拉着我 要不然我自个儿进来的 您看清了再走 我看得清 我要与尔等好好的理论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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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听说是唐伯虎的好友 柱之山 哦 是祝老爷啊 嗯 礼物请坐吧 嗯 其实这做不做的倒是无所谓 只是刚才你们家老爷说我不大会说人话 啊 是祝爷啊 这位啊 不是我们家老爷 只是我们家管家 哦 是管家呀 哎 那管家就算了吧 不过 有这么没有教养的管家 也想不出陆府有多好的家教 祝老爷 您这么说话 这教养也好不到哪去 啊 这声音挺好听的 是陆小姐发话了吧 我这鸡脚哪还挺好用啊 没几句话便让陆小姐冒头了 说吧 唐伯虎让你干什么来了 啊 我只是来问问 这时辰都已经过去好几个了 陆小姐为何还不上教啊 我能这么随随便便的上教吗 这教一上去可就下不来了 你知道吗 哦 好好好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比较有主见的姑娘 哎 哈哈 你喜不喜欢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 太对了太对了 跟我可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关系啊 可是唐伯虎那边他可急的是脚心出汗 手心发凉啊 我看这也怪可怜的 所以呢 就来催催你 他那么急干什么啊 怕穿帮 嗯 这难说 难说呀 他急的是装耳脑塞的净虫猴样啊 他急 我不急 那 你想 我已经派我最相信的人看人去了 只要他稍微长得还像个人样 我就上教了 嗯 英雄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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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随便嫁喽 这人这一辈子他能嫁起一回啊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 哎 不别扭 不别扭 这男人呢都是关系不大 一辈子他娶几个老婆那也是常事啊 啊 不过陆小姐 你放心 我跟唐伯虎那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他常说啊 这凡事都不能做满 做到九成便好 所以我想他这一辈子娶老婆也就是娶到九个为止了 绝对上不了十个 您陆小姐啊还是头一个呢 我要是进了门 娶几个可就由不得他了 太对了 太对了 就算他只娶你一个 那不也得看清楚了再娶吗 实话告诉你啊 他就是派我来 看看陆小姐来打 就看一眼啊 不是啊 就看一眼 就一眼 我来 赤通通若火焰一团 红灿灿似朝下一片 懂不懂规矩 朋友欺不可欺 你不是唐伯虎的好朋友吗 怎么唐伯虎的老婆唐伯虎还没看你就先读为快了 你这书也没怎么读好 不是 不是 弟妹 我没这个意思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绕来绕去在这闹了大半天 原来你是想抢在朋友之前先下手为强啊 不是 太可耻了吧你 岂止是可耻啊 简直是下流 我早就看他不是个好东西 小姐 把他赶出去算了 赶走多不好听啊 还是送走吧 好 孙可 走吧 走吧 你们怎么能够 朱老爷 什么时候可以上校啊 你们啊 就慢慢熬着吧 这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柳儿回来了 柳儿回来了 柳儿 快快快 哎呀 怎么样啊 我没胡说八道吧 快说 你怎么不说话呀 快说呀 说呀 说呀 你倒是说话呀 哎呀 怎么样啊 快说 柳儿 你看见了没有 哎呀 快说 快说 快说呀 哎呀 说话呀 急死我了 完了 完了 我们没戏了 柳儿 你快给我说一句实话呀 毛 肉 盼 安 哈哈 哈哈 就是啊 上教 哎呀 这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若是小唐问我 这新娘子长得好看不好看 我可如何说呀 上了药这么难看 你叫我怎么见人哪 哎呀 难看啊 难看我就给你包起来 再难看也没人看得到啦 哎 这就不难看了吗 哎呀 对啊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我怎么就不明白呢 难看就是包起来 这包起来了 他难看 好看的不用包 这不用包的 他一定好看 哎 小唐啊 这回可够你喝一壶的啊 哎 这是命 是命 你就认了吧 啊 朱老爷 啊 朱老爷 哎呀 朱老爷 哎呦 您怎么还在这儿瞎溜啊 我们少爷见不着您呀 都快急疯了 您呀赶紧上轿吧 他见不着我急呀 他要见着我啊 他更急 哎 别管谁急 现在我最急 走吧 你赶紧上轿吧 快快快 你你你慢点啊 快快快 哎 别太快了 好 走走走走 哎 快点快点 哎 快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点 哎 哎 哎 慢点啊慢点啊 快快快 都闪开 跑起来跑起来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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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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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到底长得什么样 你看见了没有 哎呀 看见了 而且看得还是很清楚 不能用丑八怪这三个字来形容他 因为这样啊 已经是美化他了 我一时间呢 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呢 形容他有多么的丑啊 哎 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哎 和他比啊 门口那头驴 都能算得上是稀释了 哎 你 哎 哦 这儿 啊 那个 哎 他那额头像梯田 啊 他那个皮肤啊 像橘子皮 他那个头发嘛 那简直就是啊 就比你别说眼睛 看得清楚吗 嘿 我当时啊 拿着我这镜子这么一看 哎呀 红彤彤似朝霞一抹 赤澄澄如火焰一团哪 那是红盖头 对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那我就什么都没看着了 哎呀 他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呢 这 我来问你 若是他长得好看 他干嘛要把自己给包起来 不让我看呢 依我之见啊 哎 这好看 不必包起来 这包起来的 他必是不好看 看来这别人说陆昭荣是个丑八怪 哎 这也不是虚言哪 他这个脑袋呀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哼 我不干 我绝对不干 嗯 给我这样一个女人 骗了 还不是杀了我呢 胡子 嗯 你说我该怎么办 哎 我同情你啊 我声表同情啊 哎 可是依我之见呢 这个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还得应 父母之命 我就得应 嗯 媒妁之言 我就得取这个丑八怪啊 命啊 这就是你的命啊 认了吧 这叫什么话呀 哎 就算不为了你的父母 为了我这样一个好朋友 你也该应下呀 我取这丑八怪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哎 我说啊 这堂兄啊 你啊 哎 哎 这这咱们也在一起 那也是玩了十来年的好朋友了吧 哎 论风流潇洒 我比不过你 论外表财情 哎 我还是比不过你啊 你总是能压住我一头 这娶媳妇嘛 哎 你就不能 哎 凑合凑合啊 哎 好歹她也是个女人嘛 去你的吧 你这分明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这完胡子 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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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不如你先够一回朋友 哎 你先把那个臭八怪取回家 也好让我祝之山 从此在你的面前能够 啊 改叙 要 去你的本 我上指大 上指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朕早闻唐伯虎驻之山文明显赫 特赐唐伯虎为投名会员 同次驻之山为会员 免去会员之口直接进京大笔 其不负朕望三卷生辉夺得状元 也好让大明朝既皇冠商络之后 能再发奇迹 此乃唐家之姓大明朝之姓也亲此 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公公到后堂喝酒 小姐 我在这儿呢 你真的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没看错人吗 错不了 你说她真的是冒弱那个 冒弱攀安 小姐 你怎么就不把它两个字说出来呢 我有些怕 怕什么 我怕自己没有这么好的福分呢 做小姐的怎么会没有这么好的福分呢 让我准备的这把剪刀 扔了它吧 扔了它 不着急扔吧 还没见到人 我这心里还悬着呢 那你就收着它吧 我看是派不上用场 但愿如此 女儿啊 这轿子怎么走这么慢啊 你就不能催它们快点走嘛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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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那还不就是 那回事吗 这皇上凭什么就这样做了 也不问我们愿意不愿意 若是他 他都 哦 若是他做任何事情 都得先问你我 那 那他还是皇上吗 他要这样做 我们就得听 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 哎呀 王法 这王法就是他皇上定的法 是啊 做人要是能做到皇上这份上 也够扬眉吐气的了 哦 你连官都不想做 你还想做皇上 这 这要给我半个时辰做皇上 哼 我就下一道圣旨 废了这道圣旨 哎呀 唐伯虎啊 我告诉你啊 哎 这个世界呢 他不是为你一个人安排的 啊 哦 啊 你想娶个漂亮媳妇 你就娶个漂亮媳妇 啊 你想当官 就有官当 要是你不想当官 就没人找你当官 我 你不就是个画画人吗 哎 你以为 你是谁啊 嗯 朱之山 我告诉你 我就是我 我就是唐国虎 谁不知道我是江南才子 丑老婆我就是不要 官场我就是不进 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活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嗯 您家唐伯虎 要是真考上个 状元是什么呢 就到 天子身边 当大官了 你就可以跟到 到京城去 去发了 嗯 嗯 唐家要是发了 嗯 就要 关照着点我 嗯 这圣旨 是我送到的 嘿嘿嘿 那还用说呀 一小菜一点 嗯 不 不对 嘿嘿 我们得让您 关照着 嘿嘿 我们怎么赶 也不能赶到您前面啊 你 你没醉 嗯 再来喝 喝一杯 这回可麻烦了 哎呀 有何麻烦呢 很简单 简单 我来告诉你麻烦在哪里 一旦我们进了考场 如果要是特意不好好地考 把文章写得奇臭无比 那就会毁了我唐伯虎一世的名声 文章天下事 得失寸心知 如果稍微那么认真一点去考 肯定随便就拿一个状元 你说 到时候该怎么办 哎呦 这状元那也是你随便就能种上的吗 我都不能种状元 谁能种状元啊 你喝多了吧 嗯 好啊 好好好 哎 就算你中了个状元 那可是中了状元 那也未必就不好吧 中了状元叫做官 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过我不愿意做官 这一辈子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做官 老朱啊 一千多年来 读书人都挤在做官的这条路上 我踢你一脚 你打我一拳 是这块料的呢 就出了头 不是这块料的就垫了脚 你说这让人看起来多难事啊 我看我呀 就不是做官的料 嗯 不是做官的料还要去做官 那不就是混饭吃吗 嗯 有那么多好混的饭可吃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混一碗官饭吃 最好混的饭是官饭 最不好混的饭还是官饭 我混来混去的 你说我算是个好混的还是不好混的 你 十年寒窗 那不就是为了当官吗 学而优则是吗 哎 你说 什么料才是当官的料 啊 什么叫做当官混饭吃 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吗 是不是你想当官啊 然也 不当百不当 我不仅仅要当官 而且我还有当一个好官 你以为你不当官 你就是清高啦 你以为你不当官 哦 那就是文人的傲气啦 呦 嗯 嗯 啊 哎 词念差异 我是受不了官场的拘束 哎 你以为你游着性子生活 哦 啊 嗯 嗯 嗯 那就是一个好活法 这么说你已经拿定主意了 顶了 没商量的余地了 没什么好商量的 哎 完了完了 众叛亲离了 我汤魔狐怎么就不能有 清清爽爽的日子呢 哎 哎 丑老婆的事情还没解决 又来了一个赶考当官的屁事 皇上一个小小的承诺 居然连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也挣钱倒戈了 一盘菜还没吃完 三壶酒都来了 好 来了就喝 喝醉了 就外食大吉了 有贵客贺喜到 又是哪一路神仙啊 嗯 嗯 怕是送第四壶酒的 来了吧 少爷 来了位贵宾 这回啊 您得亲自去看看了 是哪一位贵宾 宁王府的冯妃 您的表妹 她来干什么 这不 给您送礼来了 我不看这些东西 交给账房就行了 少爷 别的您可以不看 这个啊 您的妃得看看 这什么东西 这是啊 相当于半座苏州城啊 不过这对于宁王来说 他也算不了什么呀 对他不算什么 对我太算什么了 你知道什么病难治啊 被下出来的病最难治 被钱下出来的病 那就更难治 你说说 我那个表妹 现在在干嘛呢 几个女眷在陪着她说话呢 她送你礼担的时候 就没说点什么 说了 说什么了 她说在您感觉最方便的时候 给她画张观音大师的画像 我这知道是这么回事 什么叫我感觉最方便的时候 我现在就感觉最方便 这个时候就是时候 来 给我铺张眼目 原来这就叫做 有钱能使 鬼推磨 快点 怎么回事啊 你说这是送你去的还是去的 谁家的姑娘这么着急 下不出去了 听说是唐伯虎娶了陆家的小姐 难怪啊 中了店员又领了圣旨 唐伯虎成了争抢的肉胡头了 柳儿 柳儿 我听见旁边有人在嚼舌头 你听见没有 什么 我没听到 没听到 怎么可能没听到 为什么要听到 说得对啊 为什么要听到 前情人 实际上 有关 把花开念祖念 车乘马祖贤车时 酒盏花枝饮食愿 那看老四花间酒 一样鞠躬在人间 酒星誓在花前作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醉半幸日复日 花落花开念复年 酒星誓在花前作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醉半幸日复日 花落花开念复年 酒星誓在花前作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醉半幸日复日 半醉半幸日复日 花落花开念复年 酒星誓在花前作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醉半幸日复日 花如花年妇女